時間拉回留情 有一輩子難忘的那個夜晚 英國93年7月26號凌晨 激烈火火 前線傳出痛人重擔 他的裝備是上半身 他是腳 腳沒有裝備 所以那時候我們好幾個 我們小組的同仁 就是腳被直接打穿 他是在裡面有防護 我們是在外面 完全沒有那種遮蔽物 我們直接只有車輛 但是車輛還是整個貫穿 然後你就槍拿起來 就開始掃射 那時候真的是 就要萬彈齊蛙 結果是鐵皮屋裡面 裡面是磚頭罩的 所以打不進去 警方難守難攻 而且張啓明不斷丟手榴彈攻擊 我從來是真的第一次遇到這種 這麼激烈的槍男 不是丟手榴彈 砰那種聲音 不是說死蛋的聲音 是手的那種震撼力 然後在黑暗之中 那種那種聲音的震撼力 就在鄉下 很靜很靜的聲音 一下子很大聲那種震撼力 整個腎上激素 腎上激素上來那種 只能這樣 就衝到頭都過去 開槍的震撼力 剛才藍原餐魚 沒有人還逼藍原餐這麼多 裝逼 去到現場去看看 蛋殼真的會順著牽液 震撼力 所以我這裡很想要 另外多多多久 抓捷徑 先進來 一夜投降 勸降無效又是一陣激烈勃火 持續好幾波 延續一個多小時 警方子彈快用光 緊急呼叫周邊單位送子彈救援 這時已經凌晨三點多 他的狂半邊跟我們形式都一樣 因為你看就黑黑的 然後以為是同人 現在他看到我們 他就先開槍了 丟死我怎麼辦 漆黑夜裡頂我難分 只確定有人跑了 但是誰毫無頭緒 持續跟鐵皮屋內歹徒對峙 直到凌晨五點多 傳來消息 快點往 快點往 往下 來 快點往 快點往 老農夫積緊 左手擋門 頭和身體往下一縮 趁機逃走 我是看警察 沒有警察 我就把警察按下去了 我跟警察說 你們現在封起來這個門 對 從這邊打開 然後一邊掃射 然後他們是掃射的時候 我們就會要掩護 就是要蹲低 他趁這個時間 用服務前進爬出來 原來當時張啓明跟陳俊雄 張宏吉 趁亂從側門分頭逃跑 張啓明和陳俊雄 挾持老人後 接走保全車和保全員 從鳳林公路前往高速公路 往台南逃竄 如果人家聽到穿 趕快打個趙雄雄 他沒有啊 他是衝上前要 要持銷跟他對峙 我們當初是我們不敢去穿 他是穿圖裡 那個阿伯那個人 你今天如果開下去 他如果拖下來 我也是連 因為我們童年其實 我覺得他是滿厲害的 一支手槍 不知道狀況 敢面對兩支AK47 而且AK47是對著他打的一刮 所以我又覺得 這個童年人家是笑他 我說沒有 這童年勇敢 是 換作此情此情 誰敢去面對兩支敞槍 而且他毫無 混不顧身的追過去 雖然他跌倒 但這個動作不是給他 非常非常高度的可能 是